你發生就是說 如果你查完之後發現說 這個地方不是你要的結果 而是最後是Nasavailable的話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這個裡面有沒有可能會少一個什麼 比如說像同學這樣 假設你忘了加1對不對 那它的結果一定就變2了 那如果你2的話 你假設你查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就錯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這一筆 剛好就是第一筆的那個地方 它會出現找不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 或者你把它向下填滿 比如說剛剛這個地方 我如果沒有加1 然後我假設把它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那更多錯誤了 整個都全部錯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這邊出現Nasavailable的話 那表示說 你這邊應該攻勢有錯 那你可能查一下 或者跟我雲端上面的資料比一下 那如果有錯的話 你就把它修正 這樣應該向下填滿 應該就會恢復正常 OK 那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把BioList再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BioList2好了 那主要我們要做什麼練習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因為如果假設 我希望我把第三列以後的 坎中序的向右向下 把這個Delete掉了 如果將來 可能你們老闆會給你一個清單資本的 一個不坑歷史 然後呢 他說你幫我查查看這些人的資料 那我給你ID 你幫我把資料列出來 他可能給你一個 幾十個上百個都有可能 然後呢 他給你一個 可是問題喔 你要怎麼查比較簡單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是說 如果這邊有一個下拉清單 可以直接在這邊出現 那當你點選下拉清單之後 這邊會自動幫你把資料全部帶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也就是所謂的自動帶出 這個B欄到F欄的資料 那怎麼做 那基本上的話 你可以分成幾種方式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你不要寫程式 你說老師 我不寫程式可不可以 那你可以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但是函數的方式來做 有個缺點 就是會很占用那個 我們的空間 就是說裡面 你必須把公式預先打在 這個出生格裡面 我要預先做 那要怎麼做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我們先解決下拉清單的問題 那首先下拉清單怎麼做 第一個 下拉清單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那個 哪個地方 在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做資料驗證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 下拉清單的話 記得是從這邊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資料驗證的話 當然首先你必須選擇範圍 當然比如說我今天想要 這10個儲存 總共到11列好了 比如說10個儲存格 那我希望這10個儲存格 幫我產生下拉清單 讓我可以用選的 所以你第一個先選 你要變成下拉清單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 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你會發現 預設值是任意值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變清單的話 你就在選擇這邊 有個項目叫清單 它就會變成下拉清單的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那個清單的來源在哪裡 所以你必須給他一個清單來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在那個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把Booking ID 加上一個清單 我看一下好像應該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在 這個 我們名稱管已經有做了 所以你就不用特別做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再去定義這個名稱 叫Booking ID 然後它的範圍就是A2 一直到底下 這個範圍 所以他已經做了 我們就不用做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選一個範圍 然後資料裡面 叫做資料驗證 然後把這個範圍 改成清單顯示 那清單顯示的來源 按一個F3 那我希望呢 點選除辰格的時候 他給我的是Booking ID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完成了 特別是資料驗證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範圍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清單 OK 那比如說 你假設要查 至少比 完全要自己Key的 應該來得快 好 那比如說呢 我希望呢 我查完之後 假設我選了其中一個 它要能夠自動怎麼樣 變成那一個 目前有沒有變 目前有變 有沒有自動變 但問題有一個 另外有一個問題 如果把它delete掉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 它會變成像這樣 僅NA 為什麼 因為裡面沒東西 所以它會跟著它連動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能夠 當它下拉清單 會顯示出結果 那另外一方面 它也能夠點擊它的時候 應該是delete掉 它如果是空的話 那後面也要跟著是空的話 那怎麼做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它是空的 那這些都要變空的話 那變成你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什麼 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A2裡面 假如是空的 那我後面也要跟著是空的 所以要做什麼判斷 就是在這個前方有沒有 加一個if 所以我習慣一般把這個公式剪下 然後插入一個if有沒有 邏輯 if if什麼呢 if這個裡面的資料是空的 那怎麼判斷是空的 其實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用函數 叫做isBlank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 叫做是不是空的 isBlank 所以假如在旁邊練習 如果你沒有用過那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應該我用全部好了 是不是空的isBlank is這個啦 okisBlank 那你就把isBlank 這個指向它 它回來會是true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資料 如果假設你現在把它選一個 它就變false 有沒有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一題來看的話 其實 不是那麼建議用isBlank 為什麼呢 我等一下再說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第一個 一樣用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當它等於空的 我們外面可以包isBlank 不過我建議不要用isBlank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曾經發生過 明明裡面是空的 但是它卻顯示它不是空的 狀況發生 也就是說isBlank有時候會誤判 明明裡面是空的 但是它卻回來是false 裡面有東西 有時候會有這種 那所以呢如果比較精確 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 又簡單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叫什麼等於什麼 比較嘛 裡面是不是空的 還記得嗎 空的怎麼敘述比較簡單 兩個雙引號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也是判斷是不是為空的 而且喔 這個方法我試過 幾乎沒有出現過錯誤 反而isBlank有出現錯誤 所以我比較推薦用這個 那這個的好處還有一個一點 就是喔 蠻簡單的 有沒有 等於空的嘛 好 那如果是空的話呢 那我 這邊也是空的 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false裡面 欸 這樣應該ok吧 所以喔 它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呢 就幫我輸出公式 這樣的話呢 就會避免那個緊NA的錯誤喔 不過啦 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這個判斷式是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 那我好像我記得我之前公式裡面是寫成不是 不等於的話是寫成這樣 如果不等於空的話呢 那我就把底下的true跟force可能要顛倒了 所以變成說呢 如果不等於的話呢 那就是輸出公式 反之的話呢 就是一樣是空的 ok 好 那哪個比較簡單呢 反正差不多啦 應該知道邏輯就好了 ok 按確定 那其他的公式也是一樣啦 所以變成說呢 你變成要在那個 這個所有的公式前面都要加這個敘述 那怎麼加比較簡單呢 其實應該是這樣啦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後面再補上什麼 痘點 我覺得好像這樣改比較不好改 反而剛剛的那個邏輯比較簡單 就是 這個喔 這個在這裡 可以 取笑一下 反而是這一個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喔 這個可能要加上邏輯判斷 先做一個下拉清單 所以第一個下拉清單 第二個的話呢 試試看加上那個 判斷是否為空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OK 谢谢大家